今天教的是一個打板 應該是說右手切音啦 右手切音 好那我們再來練習一下這個切音的方式 右手 先這個動作 一種往外的感覺 這樣子往外 然後往裡面打下去 有沒有 記得你要用你的這個手刀這邊 上課講過手刀這邊 先放在這個弦上面 把聲音先悶掉 可以嗎 接下來下個動作就是用Picker打上去 再來之後兩個動作先放Picker下去 可以嗎 大概是長這樣 多練習一下 好我們把左手放開 不可以有聲音喔 如果下面有聲音就不對了 這樣就不對了 因為你這個 下面這個 手沒有放在這個 下面 把這個一二條悶掉 可以嗎 再一次喔 手要打開 長這個 大概是長這樣 好 我們再一次喔 下 切 上 下 上 切 上 上 可以嗎 再一次 好 那這個右手會了以後呢 我們來練習一下 這首歌 下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然後加上一個切音 上面有個點有沒有看到 下 切上 下 上 切上 好那我們開始囉 從前奏開始喔 來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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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喔這一個你可以先按好E 第二下以後小拇指按上去喔 這樣可以嗎?